好莱坞小剑人记住是推荐的剑哦 我是主持人子萱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电影《交换人生》 《交换人生》是一部充满欢乐 又带点童话色彩的喜剧电影 让人看的时候会开心快乐 充满了轻松舒适的氛围 同时也会引人深思 在我们的人生里 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值得珍惜的 《交换人生》的故事非常简单 自卑内向的陆小谷 暗恋着保健鞋的女讲师金豪 后者正与无良律师仲达相亲 吃醋的陆小谷忍不住去找仲达的麻烦 结果在一次意外穿越之后 陆小谷捡到了一个弹珠机 并且阴错阳差地与仲达交换了身体 大家对这种交换设定应该都不陌生 此类影片甚至可以完全不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全程无头无尾都行 只要把互换身体后角色正常生活相背的反差感 及其相应的喜剧性演绎出来 就万事搭击 而交换人生在这方面完成的还不错 首先在于陆小谷身边有一群优秀的碰根家人 近年来喜剧人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沙翼演爸爸 可浪可庄的刘敏涛演妈妈 四两拨千斤的吴燕淑老师严奶奶 开始展露头角的精灵女孩杨恩佑严妹妹 四位家人以各自的形象特点浮稳了他们的人设 并且助攻了陆小谷和仲达 交换身体后的第一波密集笑点 当然交换人生的最大功臣 仍然是挑大梁的男主角雷佳音 话说雷大头演这种角色越发得心应手了 前几年出演同样由苏伦导演的超时空同居时 就显出了驾轻旧书 现在更是懂得把握分寸 做黑律师的时候 道貌黯然贪得无厌 缺乏功德 还以自我为中心等特点都展现了出来 但是又不至于让观众在生理上产生厌恶感 而在饰演浑穿后的陆小谷时 就更疏门疏路了 又怂又憨又可爱 还带点皮皮的味道 都不用怎么演 杵在那儿就活灵活现了 与此同时 张小斐饰演的真好 也是交换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 人家的底子本来就好 在影片中的扮相 整体上也都是按照落落大方的美女方向走 没有刻意扮丑或者搞怪 所以结合具体故事场景 适当做出一些或尴尬或失控的表现 效果反而更好 又漂亮又有生活气 雷佳音和张小斐的对手戏 构成了交换人生前中期分量最重 也最好玩的喜剧段落 金豪一开始想拒绝不来电的仲达 但对方换成了陆小谷的人格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陆小谷以他涉事未深的青少年性情 用仲达去油后的身体 带着金豪重温了一遍年轻过的人 都会怀念的单纯快乐 以至于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 而后陆小谷又突然惊醒 认为不能便宜了情敌 于是再度生硬的把人推开 达到了先扬后裔的效果 顺便说一句 插曲逆光真的很洗脑 这首孙燕姿的老歌 先以金豪的天籁歌喉唱出来 搞节目效果 随后再慢慢的切回原声 莫名切合陆小谷和金豪之间 看似暧昧 实则纯情的气氛 再加上确实很好听 导致我现在脑海里 还都在循环逆光 另外众多客串出演 也带来了很多亮点 比如岳云鹏的出租车司机 很容易让人想到他 燕子 没有你 我可怎么活的名场面 而我印象最深的 还得属杨迪的餐厅服务员 虽然他本人没有太出条的表现 但很好地配合了这场戏的抖包袱和台词输出 称得上是非常优质了 张又浩的戏份并没有想象中多 但是他把自己的那部分完成得还不错 自卑腼腆少年时还是中规中矩 可到了重达的人格时 他那种冷漠 皎洁和少年老成感却格外到位 不老辣 却十分契合电影这种清喜剧感 也正是通过重达在变成陆小谷后的选择 我才逐渐明白影片真正的主题在于回归家庭 重达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父母离异还都对他漠不关心 这使得他在短暂抗拒之后 开始羡慕并渴望拥有陆小谷的人生 因为在他看来 陆小谷拥有这世上最珍贵的宝藏 然而在重达奸济得逞之后 得逞所愿成为陆小谷的他 却忍不住又一次使用了弹珠基 贪婪使他最终变成了鹅 这一结局也证明被创伤扭曲心灵的他 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相对的 陆小谷出场时的愿望 就是逃离这个狭小的家庭 去外面的世界追求更广阔的天地 以至于暗恋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姐姐 都觉得是某种对自由的奔赴 可重达留下的梦幻开局 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多少快乐 对今好态度的反复 老人们的受骗的悲剧等等 都只让他更加盼望回到自己的家庭 所以当一切尘埃落定 童话讲到尾声的时候 身心都回归自我的陆小谷 才能自然而然地认识到 家是最大的冒险 家是最美的远方 法国诗人兰波说过 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 周围是没有生活的 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 我想一语道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彷徨 来自于哪里 那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个话题 年龄 25岁 30岁 35岁 我们总是喜欢用这样的刻度来标记人生 仿佛那是一座座的里程碑 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 我会不经意间提起我的年龄焦虑 我说 好像有一把剑悬在你的头上 催促你赶紧下某些决定 中国文化里有三十而立的说法 暗示我们达到这道门槛的时候 必须有所成就 尤其是能满足物质需求和世人眼光的成就 但是我也知道 这都是要拿别的东西来换的 当我看到小谷浑穿到大叔身体里 带着女朋友在游戏厅里穿梭玩乐的时候 喜行余色 手舞足蹈的样子 虽然皮囊还是那副皮囊 但我却觉得这个人可爱顺眼多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我对年龄的焦虑可能并不来自字面上的年龄 身体层面的岁数 而是害怕失掉那股可喜可贵 不可再生的少年心气 很多时候想要像少年一样清清爽爽地活着 却被一股声音催促着 却获取那些功成名就的中年人拥有的物质和财富 正是促使我们感到矛盾 胶着和不安的深层原因 感谢电影呈现了少年和大叔交换灵魂后的对比 对照自己 也许我需要更注重平衡 除了避免成为无所作为的中年人的向下堕落以外 还要避免一种向上的堕落 除了获取财富别的一概不关心 也不关照自己内心的隐形陷阱 谁都希望和父母达成共识和平共处 是我们也能收获的美好结局 但现实往往更加曲折更加困难 但因为困难就直接放弃和父母沟通 往往会使矛盾所在成为一个永恒的卡点 只有把它理顺了 至少尝试去把它理顺了 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才可能真正朝自己想要的幸福始去 金钱 婚姻 家庭 都不是获得幸福的必然 但是你需要找到自己对幸福的独特定义 好莱坞小剑人记住是推荐的剑哦 我是子萱 还想看什么电影 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